主持人還有現場的自購 還有各位夥伴大家好 好 那今天很開心來這裡 就是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開場 這個照片一開始就覺得放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跟現在我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我很怕各位會以為 我的業務人生是要講我變胖的故事 不好意思其實不是 所以這張照片 其實我也曾經練習過 那我本身現在是在 防中業服務 那我是一退伍的時候就 重置這一行 那我本身已經做了13年 那他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如果幸運的話 也有可能是最後一份 對啊 所以我覺得說 因為當初要做的時候 其實我也受過很多的那個質疑 像一般人家會覺得說 你要做業務 其實你一定要很會講話 那其實各位 你仔細聽我講話 其實我講話是會結拔的 所以我待會兒如果那個字跟字 中間格比較長 你自己把它黏起來 對啊 所以講話 會機會有點結拔 那大部分人也會覺得說 做業務就是一定要去強迫推銷很多事 那但是我這邊也想告訴各位 其實現在客戶知道的東西 真的比你還要多 因為上網全部都Google的到 所以其實做業務最重要的是 你怎麼獲得客戶新的 其實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這13年的過程中 我有三個體務 所以讓我在這一行也有順利做下去 那當初會做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家境不好 我爸爸在我大學的時候是生意失敗的 對啊 那當然還好這13年來 算還做得不錯 那因為各位看體型就知道 要有這樣 維持這樣的生產 必須要買很多 買很多食物有沒有 沒有 所以待會可以跟卡維蘭合作一下 有沒有 生鮮的水果可以我跟妳送 好啦 還沒有進入重點已經浪費2分鐘了 好 所以我覺得我待會會跟大家分享 這13年來 其實我也有三個體務 其實也支撐了我做 在業務工作這行做這麼久 那我是沒有特別透過我是哪一家 但因為我怕太置入式行銷 反正我們就是黃臉帶的那一家 因為這個是公司PPT的版本 對啊 好 下一個 對不起 我們自己沒有拿這個 沒關係我們幫你拿 不不不 好 沒關係我自己處理就好 那其實在這個業務的過程中 其實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並不是我哪時候上台 我哪時候業績做很好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所有的印象深刻的事情 全部都是被客戶抱怨的時候 被客戶抱怨的時候 我們都會簡稱是TP就是Travel 因為做這樣 因為房子的單價比較高 你會碰到很多各式各樣的一些抱怨跟責任 那因為個資保的關係 所以不能公拍他們的照片 對啊 所以第一個 跟大家簡單分享 我曾經服務一個有重度憂鬱症的客戶 那重點是我不知道 我就把它成交掉了 那有一次因為在交互前 我們都會帶客戶在檢查一下房子 那他發現這個房子的屋況不如他滿意 是有些滲漏水的地方 那當下其實在我們店頭就 憂鬱症就押起來 講比較難聽的就是今天押起來 他直接衝到店門口外面去 我也直接衝出去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店門口外面是四線道的大馬路 那個憂鬱症押起來 客戶直接到外面 把一個車道的車全部盪起來 那一天還下大雨 我拿著雨傘衝出去 那個客戶就在那邊哭 說我為什麼那麼倒霉 我怎麼會買到這樣的房子 我心裡面一點在哭 我為什麼倒霉 我怎麼會交上我家的客戶 各位他是把公車 因為他衝出去剛好一台公車來 還有那個公車司機真的有停下來 他直接把公車擋起來說你撞死我好了 對啊 然後重點是那個公車司機還很酷 一直按他喇叭 他那個喇叭他們的心跳越來越 因為正上線路越分泌 然後旁邊的車就一直穿流不行 那天真的下大雨 我在求雨的過程中 我的腦袋就是我人生的跑馬燈 因為我就會想 我到底人生犯了什麼錯 我為什麼要來做業務 對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經歷 那下面這一個的話是 我們也是客戶買了房子之後不想買 那當然會出很多怪招 就是故意跟你講什麼 他不想買的理由 那後來喬不動他就去找民意代表 那我們就被那個民意代表直接叫到 他們的那個市議會去 那民意代表喬事情超好玩 啊我家的公布是市議員了 不好意思 某民意代表還不止一個 因為那個客戶會來買房子其實都有頭有臉 他是找一個在台中 我們有時候在鏡像的時候常看到胖胖的那個 來喬事情 對然後他就來了 然後那個我真的覺得沒有做民意代表真的很可惜 民意代表一坐下來 就說來 今天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身邊講 發生什麼事你都不知道你還來喬事情 超厲害的 那我沒有當民意代表是超可惜 我也不用管什麼事 那客戶就會跟他講 他說這個 就我們公司騙人啊什麼 然後他一聽 對啊你們公司騙人啊 真的很糟糕欸 你哪一區的 然後就開始罵罵罵 大概罵一個多少小時 那同樣的我的腦 我的腦袋 又是人生的房碼燈又出來了 又開始思考說我到底是哪個環境 做錯了我 我為什麼來做這一盤 所以其實 在當下碰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都想到彼此 那因為你不知道 下一個客戶 憂鬱症的啦 找民意代表的啦 那還有找黑道 我也有碰過找黑道說 今天不 你今天不交屋 我就去把你電力拆掉 那我心裡想起 剛好我電竹約也到了 要不然你去找 那是開玩笑 所以 但是能支撐我做這麼久 是因為我後來是有 是有學習到一件事 其實我們做業務這樣 會碰到很多人性的場合 可是我這邊會建議各位 其實有時候對人性 你要多一點示範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後來深入跟那個 憂鬱症的客戶聊 我不是聊他的憂鬱症 我才發現說他會得憂鬱症的原因是 他在買上個房子的時候 真的就是因為漏水的問題 讓他得憂鬱症 所以他只要聽到那個水滴的聲音 他就會覺得 這個房子是不是要漏 那因為他處理很久 都處理不好 那不是跟我們公司買大票害怕的 不是我們公司賣的 所以 所以你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會這樣子 是因為他過去是有些經歷 所以你開始就有一些同 開始有一些同理性 那下面那個客戶 找藝人來搶的也是一樣 那個客戶當天買了 做決定 回去信聰聰的 因為他沒有跟老公講 所以被他老公罵 所以他就突然覺得他不想買 他當然不肯跟我們說 我回去 我被老公罵 我不能買 他當然會出很多怪招 所以其實有時候 後來在這些場合中 你會 我會學說 你那個是 剛開始兩分鐘的意思嗎 對啊 他說 他才講第一頁 糟糕了 幫我倒轉一下 好好好 講快一點 所以你會學說 其實對人性 你要多一點試玩 因為你有同理性 才知道其實客戶他們 為什麼會有這些行為 你才能夠找到解決的方式 所以也還好 我在後來的一些 提皮中 還繼續活 還繼續活下來 重點是 有沒有比較瘦 對啊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感觸 因為我過去是拔河隊的 過去是拔河隊 出不來 幫我按一下 其實我過去 我的青春 怎麼會差那麼 其實我過去是拔河隊 第四個就是我 大家不要猜 對啊 大家不要猜 對啊 我從一個表情 我就知道我的青春走天了 其實拔河 因為以前也想耍帥 可是這種體型 不能參加籃球隊 我也喜歡參加籃球隊 那球隊比較帥啊 但是參加拔河隊 那其實拔河賽道 是有30公尺 你跟敵人的距離是4公尺 那我們就是在那4公尺間 去做一些拉扯 做一些輸贏 其實我會覺得 拔河這項活動很好玩 是其實那個4公尺的距離 它並不是輸贏 是其實各位 你要學的說 把你人生中 你很討厭的 或你不想去面對的 通通都要落進你自己的陣營裡面 其實拔河 我覺得他的爭議是這樣 所以後來我才會覺得說 從這一點我就覺得說 對人性要多一點釋懷 好 我才剛開始50秒 真的非常好 所以後來 因為我比較奈罵 所以我就升了主管 因為當然成績是還不錯 那我就升了主管 其實當初 我進這一行 我是沒有想要當主管的 我只希望說 可以把家裡的一些財務狀況 去做一些改善 那只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後來 你大概做得不錯 公司就給你一個機會 那這個是我帶我們的夥伴 那個去玩漆彈的 店內夥伴去玩漆彈 這個是他們給我帶最開心的一次 因為可以打店長 對不對 最開心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每個人都這麼亢奮 對啊 後來才發現是這個問題 這是我自己當初在當店長的時候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本來你想做業務員 後來你當了管理階級 那本來你是管8個人10個人 那我現在是管酒家店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 酒家店 其實到我們這個年紀 還是有一點那個 還是喜歡聽一點工尾 對 那我再多講5分鐘 好啦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你再慢慢說 其實你不知道自己 當初是有這樣的能力在 所以其實我這邊 你會想跟大家分享這些 我從業務工作中 學到了第二個是 這沒有電池 這沒有電池 不要停止探索自己 你會碰到很多狀況 像我剛剛跟各位講 其實現在的業務工 現在做業務 不是只有說服客戶 其實你要取得客戶的新任 其實要取得客戶的新任 你要先知道 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這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在業務工作學校 第二件事情是 不要停止探 不要停止去探索你自己 反正有任務你就去接 我甚至當新人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學長跟客戶員 結果他忘了時間 客戶在現場等半小時 那怎麼辦呢 客戶已經抱走了 然後學長就被他 拍拍我的肩膀 跟你講 我這裡有個客戶 一定會決定 看你是新人 我把機率留給你 去現場不要罵半小時 你新人 超越害怕 但客戶真的後來有跟我罵 客戶真的後來有跟我罵 所以我覺得真的 不要停止探索你自己 所以我剛剛有去分享 有很多人告訴我 我很胖 我跑不完三天 我也有 我也有去那個 橫渡日月潭 其實 橫渡日月潭 所花的時間 比我想像中的快很多 因為一到水裡 我突然就 我覺得我滿厲害的 對啊 我剛剛都在滑 我就是滑得比別人快 因為可能漂浮細數的關係 所以我就去參加很多活動 所以我覺得就 不要去停止探索你自己 從業務工作中 你會碰到很多人 碰到很多次 其實在這些過程中 你不是學著怎麼處理 你是學著怎麼處理你自己 那最後 好 那所以就是 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 我覺得有一個方式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盡量去參與 你再來 你會碰到很多 你不想去做的事情 但是你不得不去做 像我剛剛那個 學長跟客戶爽約 叫我去給客戶媽 那在這個圖片中 其實我現在是 我們那個公司的講師 那我也不是一開始 就可以當講師 我只是公司有機會 所以他就叫我去 然後去我就講 啊講的是下面在睡 那我繼續講 那就講 可能從八個 從店頭裡面講 那後來就講到 那個就講到四五十 講到四五十個人 四五十個人講得不錯 後來就講到七百個人 那七百個人講得不錯 今年公司的尾啊 是我主持的 對 那個其實在這一陣子的人生中 很久沒有被公圍了 接到的電話都是長官打來 為什麼 A機還沒有出來 沒有 沒有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覺得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 是 你要探索你自己最大的方式 就是盡量選著去參與 不要對很多人 你覺得啊這個我可能不行 那這個 不要這個客戶 他不會成交 這個是我最大的感觸 你的人生要參與才會進展 對 你突然比一下 我忘記了 要講什麼 其實因為到這個年紀 那個時候 記憶力串不太起來 好啦 所以就要再往回頭講 所以其實這一張有講 好啦 所以就是我這樣慢慢講 所以就是 從參與中 因為你會覺得 人怎麼 人怎麼 人知道自己 為什麼長大 因為 你知道自己 自己長大的第一個徵兆是 你慢慢會失去很多勇氣 你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心裡會想 我可以嗎 可是別人說我不行 這個就說我怎麼樣 這個就說怎麼樣 我覺得如果 當你有這樣的聲音出現的時候 你就記得我這句話 其實人生要參與才會進展 所以我覺得今天 在這個短短的九分鐘 剛好分享九分鐘 剛剛 對 這個短短的九分鐘的分享中 其實我覺得 其實各位或許 將來有機會 也可以從事看業務上的工作 因為我從這個工作中 去探 當然有一些物質上的收入 那其實我覺得 真正的過程 你學會對人性去釋法 所以你會看 你會把很多東西看得比較正面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是在探索你自己 然後最後 對很多事情 各位學會去參與 我相信你絕對會得很棒的人生 好 今天的分享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